由新北市政府结合行政院民间团体所举办的明安三号演习 是由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主持兵棋推演的部分 那么是设定新北市是受到了7.5的强烈地震的影响 但是侯副市长因为身带开刀的关系不能够多说话 因此他也只有简单的致辞暂时卸除主持的工作 已经有一段时间侯副市长没有出席公开场合 主要是因为前些时候感冒引起了身带受损进行手术 不适合多开口发言也减少了对外的活动 因此法院撤销八仙停业处分事件时 侯副市长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根据了解他在228廉假时进行了治疗 虽然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 但是在医师的建议之下 他现在是尽量少说话保养身带